哈囉大家見面了 我是今天的講者 我很愛運動 所以我希望剛開始我們前來的運動 大家一起站起來 我非常愛運動 所以最近我在體談動態最重要 除了NBA之外就是 就是 北洲 那10年的氏族版在哪裡 北洲的南非 我們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 稍微的一點互動 大家一起動起來 我們要快點動我 我們期待遙任 下一位的講者 跟大家一起教怎麼 我們要點讚 首先兩手伸起來 然後往右擺 左擺 右擺左擺回來 看人要動 看我 對 然後現在還是雙手合十 然後右擺左擺 右擺左擺 然後聽到我說聲 嘿嘿 所以你們就要 嘿嘿 OK嗎? 準備要開始囉 1 2 3 4 3 嘿嘿 嘿嘿 1 2 3 4 3 嘿嘿 嘿嘿 雙手 1 2 3 4 3 嘿嘿 嘿嘿 1 2 3 4 3 嘿嘿 嘿嘿 好 稍微休息一下 接下來要不要 三次 三次的骨骼 那我們要增加一個動作 就是把雙手打開 然後假裝地板有蟑螂 也要用你手 又再踏兩下 左邊踏兩下 不要脫兩背褲 後面踏兩下 左邊踏兩下 後面踏兩下 OK嗎? 所以也是要你說聲 嘿嘿你們要 嘿嘿 所以第一個動作是先打開跳 接下來是擺 原本就是個擺 最後的動作是什麼 雙手合十的招牌用作 右擺左擺就往下 來嘿嘿 準備好囉 雙手打開 來 開始蹲喔 右 左 回來 右 左往前 右 左 嘿嘿嘿 一二三四 嘿嘿 嘿嘿 一二三四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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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嘿嘿 嘿嘿 一二三四 嘿嘿 嘿嘿 掌聲給自己鼓哩鼓哩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坐下來拍攝一下 好 好 好 OK OK 謝謝大家的配合 我們希望透過一首 大家都耳熟通牆的音樂 讓大家能夠勝 雖然是動感 雖然是動感 對啊 實在是 雖然大家是動感 但是我們心情可以靜下來 因為我現在要跟各位分享的東西 對 那我叫瑞澤 我叫 綽號叫扎實 那我今年暑假 7月4號要出去馬拉威一趟旅行了 在這趟旅行我要了解 社會企業 了解環境 了解政治 了解農業 這是我這趟旅程的重要目的 那 因為這個機緣呢 我與一群人即將去非洲的人 一起組成了一個team 那 叫做Lightning Dock 從非洲看見台灣 那我是這個team的企劃組長 那 最後我其實想跟各位提的一個經歷是 我之前在學校的時候是單元紀德山的總召 那 其實這件事情對我的影響是 當初的我 就是去想像的 非洲 那邊很多小孩子 好像很需要幫忙 就因為這樣 所以我讓自己充滿能量 希望去給他們更多幫助 所以很開心最後 我實際上幫到他們很多人 結果一段紀元的促使 今年暑假我要把想像力化為行動力了 我要親自到這個旅程上去做各業的旅行 對 那 這是一張非洲地圖 其實 非洲 不是一個國家 非洲 擁有50多個 充滿文化 以及歷史一的國家組成的 那 其實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就是在台灣與我最要好的三個非洲朋友 他們告訴我的故事 OK 第一個 他叫做 他是來自甘比亞的 教和學生 他叫做 Bakery Bakery 他自己唸的學校是 囤工 他唸的科系是 囤工程系 那 我當初認識他是因為 我辦G230活動的時候 他告訴我 在他們國家裡面 也有很多的NGO組織去協助他們 所以他很能夠感同身受 我現在要辦這種活動的心情 對 那 有一次晚上 我與他徹夜常聊 他告訴我說 其實很多的人 他們對非洲 他們不是歧視他們 而是對他們不夠了解 他舉例 Lawong James 他舉例 全王阿利 這些人 不就都是大家 所欽佩的對象嗎 對 那他告訴我 他的夢想 是他很希望 把現在的技術 土木工程的技術學好 之後回到他的國家 對自己的國家 對自己的國家 有一些貢獻 他更希望 能夠在 這麼多人 也許對非洲有一些刻板印象 但他覺得 我們不要自怨自益 而是我們要好好的努力 也許有一天 我們的經濟發展更好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 用不一樣的眼光看著我們 因為我們是自己在努力著 這是第一個故事 Bakery跟我分享的故事 第二個 OK 他叫Shanan 他來自史瓦基來 今天的衣服是跟他借的 OK Shanan 他念的科系是電腦與通訊公司 我們就有所非常長 簡而言之 就是寫程式 我跟他認識更巧妙 是在電梯裡面認識的 在電梯裡面 結果他聽完我的一些想法之後 他很認同 他上禮拜也來當我們分享會的講者 那其實Shanan 他自己 他告訴我說 在斯瓦基蘭 其實有非常多NGO組織給予他們行主 但是他們擁有這麼多資源 但是他們卻不會使用這些資源 所以他希望在台灣把這個 撰寫程式的技術寫得好 學得好 之後回到國家之後 與一群精英們一起去把這些資源 建立成一套系統 把它整合起來 讓他自己 實話既然這個國家 全球艾滋病 罹患三分之一的這個國家 能夠運用這些資源 讓國家變得越來越好 這是第二個 Shanan告訴我的故事 最後一個 他叫Baxter 他是就讀北伊的藥學系 我師生 因為我要去馬拉威 他也是來自馬拉威 所以我跟他又更親切了 他告訴我在他們國家 即使他們的官員 都必須要去健康檢查 但就算 就是橄欖艾滋病 似乎也沒有 也無所謂 對 所以他很希望 他能夠來台灣把 藥 把藥學這樣的概念 學好 回到國家 透過教育 去影響更多更多 自己國家的人 對 所以 這是 Exter 她分享給我的故事 OK 三個人的故事 我分享完了 我想問大家 就是 你們覺得這三個人 都有什麼樣的共通點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直接把我自己的想法 告訴大家 OK 我有點敢 OK 好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擁有自己的夢想 他們也希望把自己的夢想 實踐於自己的國家 所以我回過頭再想問 每個人 我們都有夢想 但是你們的夢想 是不是 也能夠在台灣我們這塊寶島上 做出一些貢獻呢 對 那 很棒的是 我今年 暑假我要去馬拉威旅行 那有一群 即將不約兒童 要前往八個非洲國家的旅行家們 總共有十來位 他們要一起去探索這趟旅行 那我們也很希望 我們可以把這些辨識都記載著 把他帶回來台灣 把他感動台灣 把他實踐於台灣 就如同那三個非洲人 跟我的啟示一樣 把夢想 不僅是自己的 而是把他奉獻於他自己最愛的國家 所以我回過頭來 也是希望 鼓勵大家 我也是一個學生 我也有自己的夢想 那我也是希望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去思考說 我們的夢想 是不是 能夠把自己放大一點 奉獻於自己的國家 其實我不是要跟各位說 我們要把這個責任都 扛在自己的肩膀上 不是 而是我相信我們都有一顆種子 這顆種子 我們把它放在我們自己對的地方 那我們就會慢慢地把花芽長大 那我覺得 或許我們對這個社會 我們對這個國家 我們對整個世界 或許就可以扭轉一點點 我覺得這是 從非洲人給我很大的感觸 那我自己又搬過雞二三十 謝謝我還有二十多秒 所以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給所有人的故事 我自己也要去非洲 其實非常的緊張 但是我也很期待 那我也只是想要把這趟旅程 畫為更多故事 在未來可能有機會 放到自己的國家裡面 好好地運用它 也希望我回來之後 有機會在交點的平台 再跟更多人分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不會 我們訓談 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